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十月十七號的公視有話好說 我是張志雄 波蘭 臨近烏克蘭邊界的小鎮 波勒沃多十五號遭到飛彈攻擊 兩人不幸喪生 由於當時俄羅斯正以飛彈攻擊烏克蘭 烏克蘭也開火防衛 到底這枚飛彈是俄羅斯 還是烏克蘭發射的闖下大禍 現在烏爾兩國雙方互相指控 不過由於波蘭是北約會員國 全球都在關注這場戰爭 是否會因此擴大到北約國家 現在就看波蘭是否會啟動北約條款 上是第四條款提交北約大西洋 理事會來討論 或是第五條款 直接認為是波蘭遭到侵犯 侵犯這就代表視為 對全體成員國發動攻擊 那麼就會行使集體防衛權 這問題就大了 而另外一邊在印尼 舉行的G20大工業國高峰會議 發表聲明譴責成員之意的俄羅斯 入侵烏克蘭 對尋求經濟造成傷害 要求俄羅斯無條件撤軍 好幾個歐洲國家的領袖 也利用跟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雙邊會談的機會 希望習近平發揮對俄羅斯總統 普京的影響力 要求俄羅斯停戰 並禁止使用核武 而剛才中共二十大取得絕對權力的習近平 也利用這機會 加強跟歐洲各國的關係 這也是在美中大國博弈對抗當中 爭取國際支持的其中一個部分 當然這段時間以來 很多的歐洲國家 對我們臺海的和平 極為關注 不過隨著歐洲國家 與中國關係的強化 尋求各自的利益 這絕對不同於過去 我們臺灣比較熟悉的美國觀點 今天晚上我們有話好說 希望能夠從不同角度的歐洲觀點來思考 我們臺灣應該要如何因應 未來全球多變的局勢 想辦法來突破外交困境 強化跟歐洲各國的關係 爭取國際對我們臺灣安全的支持 以及實際的作為 趕緊來介紹今晚來賓 第一位要介紹是政大國際事務學院院長 連弘英 連老師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第二位要介紹是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 學系主任鄭親摩 鄭老師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第三位要介紹是東海大學政治系 副教授林子麗 林老師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跟各位觀眾朋友報告 今天晚上三位老師 三位老師不但過去博士學位 都是在歐洲取得 而且他們也都長期關注 歐洲各項議題 所以今天晚上我們就要請三位老師 幫我們從不同的角度 來討論未來國際的情勢發展 一開始我們就先從波蘭 遭到飛彈襲擊的最新報導來看起 大批警車停在事發地點 爆炸現場已被封鎖 波蘭邊界村莊普日沃多夫 十五號遭一枚遏 遏制飛彈攻擊後 居民陷入焦慮與恐慌 居民表示事發後 徹夜難眠 不停看電視想知道 發生什麼事 當地一所學校的校長 則證實 無辜喪命的兩人 是校內職員和學生的家屬 這起襲擊一度引起國際緊張 擔心俄烏戰勢擴大 不過北約十六號召開緊急會談後指出初步研判 飛彈是烏克蘭防空系統攔截俄國攻擊時意外墜入波蘭 但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否認這項說法 還說自己握有俄羅斯發射飛彈的證據 要求讓烏國專家加入國際調查 北約和美國並沒有打算追究烏克蘭的責任 西方盟友十六號在聯合國安理會重申 波蘭遭到飛彈波及的始作勇者是俄羅斯 如果不是俄軍非法入侵 悲劇根本不會發生 俄國則回籍 早習慣西方國家忽略事實 不顧嘗試地把一切責任都歸咎在俄羅斯身上 共識新聞 需要您編譯 好 透過這報導 我們會看到北約先把最終責任指向 還是俄羅斯 我們來看到這一個事件的相關的一個 整理的內容 我們先來看一下 來 就這一個事件呢 俄羅斯的飛彈嗎 還是烏克蘭呢 目前俄羅斯官部他們說說 在現場發現的飛彈殘骸 跟俄羅斯的武器沒有關聯 相關半島 相關的報導是事業的挑釁 目的是升高 緊張情勢 而北約的秘書長史多爾騰貝格 他說這事件事件很可能是烏克蘭防控系統意外造成的 並沒有跡象顯示 是對波蘭的蓄意攻擊 這不是烏克蘭的錯 俄羅斯必須要負起最終責任 烏克蘭總統責任司機說 沒有看到證據啊 這個導彈是不是屬於烏克蘭呢 你要讓我們烏克蘭去參與調查 對不對 不然就說是我們 好 這他們的角度囉 波蘭的總理莫拉維刺奇說 雖然在研究是否啟動北約共同防禦條款 不過現在看起來應該是沒有啟動的需要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部分 在下一個部分 我們看到的是剛剛有提到北約的集體自衛權 我們剛剛講的內容呢 我們要讓大家來看一下 到底什麼是第四條 第五條 一九四五年 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說 主權國家擁有單獨或集體自衛的固有權利 這部分以美國 蘇聯組建北約組織 華約組織的相關的法律基礎 好 那一九四九年呢 北大西洋公約第四條北約成員國領土完整 政治獨立或安全受到威脅時 在任一個成員國提議下 北約各國將可以進行緊急磋商 曾經啟動多次 在二零一二年 土耳其士兵因為勢力襲擊喪生 在土耳其提出後 北約展開諮詢 但未採取後續的行動 而第五條 針對任一個成員國發動攻擊 就會被視為對於全體成員國的一個攻擊 直到冷戰結束呢 都沒有被啟動過 首次啟用是兩千零一年 美國九一一事件展開的救援的一個 相關因緣的行動 好 就這個相關內容 今天晚上 因為我們的鄭老師 是從這一個波蘭華沙大學來畢業 取得社會科學博士 我想先請問一下鄭老師 就你過去的瞭解 這個小鎮 他的一個位置 或是他的一個特殊 你有去過這地方嗎 我個人沒有去過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蠻偏遠的小鎮 那這個地方 他會比較引發爭議的地方 是什麼地方 是因為他的地理的關係嗎 或者是地緣的關係 他其實就是在位在烏克蘭跟波蘭的邊界 那他其實後來沒有造成很大的衝擊 那是因為這個地方基本上沒有太大的戰略的意義在那裡 所以從開始大家就把握物色 或者是意外的方向去討論 那您覺得這樣後續呢 因為現在看到各方都已經有說法了 當然烏克蘭還是堅持說 我沒有看到 我不要調查 才相信 但是你怎麼看說 這後續是會擴大嗎 還是說可能就有比較低調去處理 是 誠如剛剛主持人介紹的那個 包括我們看到的畫面的分析 那每個領導人 包括北約的秘書長 斯托倫布爾 那都有不同的說法 那不過這個事件 其實在很快的時間裡面 那拜登就率先出來澄清 就是沒有證據顯示 飛彈是從俄羅斯飛過來的 那也就是說降調的意義 非常的明顯 那當然所以他其實蠻快的平息 那從斯托倫布爾跟那個拜登的 那個的反應 那當然俄羅斯也很快出來辟謠 那這基本上在這樣子的反應裡面 我們看到了雙方都希望降溫 這其實跟戰前 雙方都不希望挑起太全面 北約跟俄羅斯 雙方全面的戰爭是一樣的道理 特別是避免戰爭的升級 希望戰場還是控制在烏克蘭 那所以目前這個事件 這個事件當然輿論界還是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甚至有陰謀論 那特別是德倫斯基當然是比較積極 他指責俄羅斯 那斯托倫布爾克當然還是有中規中矩 他基本上指出了在從俄軍 從赫爾松撤軍之後 那不斷地對烏克蘭的基礎設施 特別是 特別是電力的供應 做狂風濫炸 也就是 這也就是我們聽到的 在視訊對G20領袖講話的時候 他提到了把寒冷當作一種武器 那從這個角度來看 那就是他還是怪罪俄羅斯 你是侵略者 那把輿論導向這個方向 不過不過可以讓我們比較放心的是說 雙方都有降 降調的一個一個很明顯的態度 是 OK 我想請問一下 連老師 就這個議題 剛剛等於說鄭老師覺得說 可能是會比較低調一點 把降溫來做處理 你怎麼樣看的 這波蘭最後是會降溫嗎 或者說你可能會覺得他還是有可能回去啟動 這一個就是第四或第五條款 讓他可能有增加多一點討論的空間嗎 好 剛剛這個我們這個鄭主任 基本上已經大概把整個梗蓋 大概做了一個完整的介紹 他雖然這個基本上或許有一些時間差 但是我個人得到的消息 應該是拜登在第一時間就覺得 而且他還特別講 那個彈道不太像是俄羅斯過來的 他第一時間就定調 接著就是這個所謂的北約 基本上也講說 這個似乎不是從這個俄羅斯這邊來的 然後接下來波蘭總統 當然是因為他是受害國 他第一時間他當然是先講說 他的國家受到了攻擊 但是隱含著就講說 這個是從俄羅斯來的 可是當拜登然後北約 這個開始說法說 這個不是從俄羅斯來的時候 基本上波蘭 基本上也講說 這個看似好像不是的部分 應該是烏克蘭的 這個部分過來的 但是但是這個澤倫斯基總統 他一開始也蠻強硬的 就是說這覺得不可能 後來又軟化了 就是說那這個基本上的這個烏克蘭必須來參與 這個調查 大概是我接收到的訊息 大概是這樣子的這個順序 所以換句話講 就是說波蘭 當然剛剛這個前面的短片 也有特別講了 就是說如果是啟動第四條的話 其實第四條基本上就是一個 這個磋商機制的這個部分 那磋商機制 其實老實講 不管是按照機制的啟動第四條 或者是說現在召集這些相關國家 來討論這個俄烏戰爭的 這個後續的這個發展 其實老實講 一個只是由根據這個法規來啟動 一個就算不啟動法規 也可以召集這些相關的國家 關心的國家 大家一起來討論 看怎麼樣來解釋 所以如果波蘭要淡化 他可以走這個中間的 這個模糊的地帶 就是說那有這件事情 那我們是不是也要來商討一下後續 那接著好像看起來 不是啟動第四條 但是達到第四條的這個結果 這樣應該是各方都比較有一個 臺階可以下 對 老師您是莫斯科大學畢業 我可別一起來問一下 你如果覺得就這件事情來講 如果說真的像看起來大部分狀況 都是應該是烏克蘭發射出來 那大家第一線就講是俄羅斯 然後也就像你講的 有可能就是某個程度 我們要把這個力量 或者是說像剛才那個Stolenberg 他有講到說 可能最終責任就是你 你覺得俄羅斯現在會怎麼想 他會怎麼做 如果今天真的是莫斯科 就俄羅斯這邊來發射 而且是很針對性的 應該不是那種所謂的 目前所看到的就是好像比較這個 所謂殘淡掉到一個比較偏僻的 這個地方 然後造成些許的傷亡 雖然傷亡都是不幸的事情 但是如果他是蓄意的 我想現在看到的結果 應該不是我們所看到的這個部分 所以當第一時間 當然俄羅斯他如果不是他 他基本當然想說這不是 可是問題是說很明顯的 在拜登沒有定調之前 俄羅斯很早就說不是 不是他 可是顯然西方應該也沒有人相信 不是他 對 那如果說像林老師 現在可能有兩種可能 一個是讓他冷卻 然後另外一邊是讓他多點討論 你覺得未來的發展 可能會是什麼樣 未來可能的發展 我覺得他考驗著到底這些歐洲國家 信不信任美國 那所以呢 他們為什麼需要這個美國的再保證 因為特別是對波蘭人而言 那根據民調顯示 有八十四這個百分比的波蘭人 很擔心戰爭會波及到波蘭 所以他們對於戰爭的危機意識 是很恐懼的 而這個物色 假設我們把定調成為物色 坐實了他們對於這個戰爭的噩夢 所以他們很需要得到北約 以及美國的保證 那美國跟北約 當然不希望把他升級成為 因為下一步 如果真的攻擊了北約的任何成員國 那就是核子戰術武器 那樣的後果是沒有一方可以想見 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那麼比較理性的各方都希望能夠降溫 像這一個剛剛鄭老師所說的 可是更重要的事實是 不管是烏克蘭還是這個俄羅斯 都希望從這一次的物色裡面 能夠對於未來的停戰談判 爭取到最大的各自的支持 那能不能達到這一個呢 又取決於北約的態度 所以我覺得這個只是一個 一個開始 證實了波蘭人的恐懼 那麼多大程度這些歐洲國家要幫助波蘭 克服這樣的恐懼 因為很顯然英國 德國 法國 並沒有這樣子的恐懼 因為他們不在俄羅斯的旁邊 的確透過三位學者的分析 我們至少可以看到一件事 但是目前各個國家的一個動作 一定會有他的盤算 因為這個就是有利益 也有彼此這個關係的一個 制衡的一個狀況 不過我們要來看一下 就是說那目前呢 國際的一個想法 至少在G20已經有了一些想法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在這G20 有一個聯合聲明 但我們要講這聯合聲明裡面 有人不一定認同 因為這光這裡面的成員之一 俄羅斯就在這裡面 我們來看看這內容說 大多數的成員國強烈譴責 俄烏戰爭 要求俄羅斯全面 無條件地撤出烏克蘭 原因是因為這戰爭造成 巨大的人類苦難 加劇全球經濟的脆弱性 限制增長 而且加劇了這通貨膨脹 擾亂了供應鏈 加劇能源 糧食等等的危機 更是提高了金融危機 G20並不是解決安全問題 論壇 他們認為安全問題 對全球經濟是帶來重大的後果 G20的國家 其中也包括中國 都表示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 是不可接受 促請透過外交與對話 和平方式來解決問題 所以至少看起來各界 對於核武來講 這態度還蠻一致的 不過在這個G團體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G7的國家 也利用在這個峰會的一個周邊 也利用這個時候 趕緊來開個緊急會議 在會議的參與的國家 包括美國 英國 德國 法國 義大利 日本 荷蘭 西班牙 以及歐盟在舉行領袖會議後 他發表了一個聯合聲明 他們譴責十一月十五號 俄羅斯對烏克蘭城市和民用基礎設施 進行的野蠻導彈襲擊 並表示對於波蘭 現在進行的調查 他們會給予充分的支持和協助 堅定支持烏克蘭和烏克蘭人民 並並繼續準備追究烏克 俄羅斯 對於烏克蘭社區進行 用無恥這個字號 無恥攻擊的責任 他們也要來追究 並且向波蘭 以及烏克蘭的受害者家屬表示慰問 我們看起來在這些用字 潛質裡面都有他的一個盤算 尤其對於這個俄羅斯部分 用無恥的部分 但是至於說誤打在波蘭這一枚 看出來他的用字潛質 像剛剛傑尤老師講的 有他的盤算 也有就是低調點處理 也希望能夠增加一點討論的空間 我想請問一下 可能大家更關注的是 老師 廖老師 如果說 現在他們希望是無條件的撤軍 你認為在這一場 惡物戰爭 目前的狀況 會像G20的希望說 能夠就此停住嗎 或者是可能有新的發展 好 謝謝 我想從剛剛一些這個 所謂的這個背景說明當中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 有製造G7 有G20 所以你就看到這個G7 很明顯的是比較屬於這個西方國家的 這個集團 到G20又加上了一些 除了西方集團之外 一些世界的其他這個經濟的 這個大國的加入 所以換句話講 就是從G7 G20一直到聯合國的安理會 你就會發現逐步擴大的結果 從G7是措辭最強硬的 G20基本上就稍微寬鬆一點 到了這個聯合國 甚至這個安理會 基本上就更加寬鬆 甚至有人這個所謂的棄權 有人基本上反對 這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就是國際之間的這個 現實的這種狀態存在的這個部分 那我想這個G20再怎麼樣 雖然是國際間最重要的 這個最具影響力的二十個 尤其在經濟方面的這個 這個影響力的國家 但是在安全議題方面 畢竟還是聯合國安理會 是主長的這個機構 所以在這個議題上 G20再怎麼重要 應該也不會高過所謂的 聯合國的這個安理會 只是說現在我們 因為他在開會當中 我們 離我們現在最近 所以我們基本上會可能這個用放大鏡來看 但是老實講 那個就是一個G20的一個 所謂的這個國家的表態 而且這個其中成員國 還包括當事國 俄羅斯在內 還有他的可能跟他關係 比較好的這個國家 所以G20裡面基本上 大概比較可以表達 就是國際間可能普遍的關切 但是你說要對針對個別國家 尤其是我們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造勢的國家 做這個最深刻的 最這個嚴厲的 這個所謂的批判 我想大概有些國家 還是有一些顧慮的存在 那你覺得烏俄兩國 目前有想停下來嗎 我一直覺得從九月三十號 這個所謂的公投入俄之後 就那四周公投入俄之後 其實俄羅斯就已經設下了 要談判的那個態勢 只是可能烏克蘭 他心理上不願意 或者是西方也還沒有準備好 不過有一些跡象 已經看得出基本上這個往和談的方向 在走 尤其是美國的這個國務卿 布林肯跟這個烏克蘭的外長庫列巴會談了之後 其實老實講 那個布林肯怎麼說 他說基本上這個可以往和平的方向走 但是這個詳細的細節由烏克蘭這邊來做決定 那我想這個是一種尊重烏克蘭的做法 但是在那個會談當中 基本上美國的這個大方向已經定了 就是說基本上慢慢的往和的方向來走 然後因為你可以印證到這個 澤倫斯基總統 他曾經也講了 不久 大概三四天前 如果沒記錯 他講說這個基於不要再有這個人命的傷亡 現在是可以來思考這個和談的時候了 所以換句話講 那個和談的至少比過去一段時間裡面的 那個氛圍跟那個氣氛 甚至領導人基本上已經有一點點鬆口了 那會不會達到那個所謂和談的那個點呢 基本上就是這個各方的想像 包括對烏克蘭來講 最重要是西方 尤其美國的援助 當美國的援助 如果已經逐漸的減少或者是預告 我要逐漸的減少的時候 那我想烏克蘭應該會逐漸的軟化了 那找一個比較合適的 他也體面的時間來開始進入到談判 因為談判很明顯的 這應該會是一個蠻艱困的一個談判 但是進了談判之後 那基本上就有這個所謂的彼此之間 有一個討價還價的空間 對 老師我想再追一個題目 就是說畢竟您在莫斯科讀書 我可能就覺得說 當然這不關您對俄羅斯人的想法 你可能會比較有一個 比較多一點研究在這邊的話 任何一個談判 我不可能說隨便站上去 但畫帕拉堅輕輕鬆畫 然後機率像叭十八道畫隨便丟 不可能 他一定有他的底線 如果今天要談和談 你覺得俄羅斯人那條最後底線在什麼地方呢 我覺得以目前這個態勢來講 我剛剛講說九月三十號 他就已經畫出了和談的那條線 但是不是底線 那條線是他最理想的線 就是這四周 公投的這四周 都入俄 他只能保住這四周 這是上選 最後最壞的 我直接跳到這個主持人講的這個底線 最底線就是烏冬那兩周 談完了之後 一定還要在俄羅斯的這個版圖範圍 意思是說另外兩周吐出來 基本上你勉強是還能接受的這個部分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謝謝 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鄭老師 如果說這個底線大概是這樣 你覺得如果站在波蘭這邊 或者是說你對這整個戰局 你覺得未來的想法是什麼 是有可能停下來嗎 有可能和談嗎 或者是說可能現在 因為像看起來某個程度來講 是好像看起來這個責任司機這邊 持續的打擊 我一定要反攻懷的感覺 這個氣氛好像還是在 我不知道說 鄭老師 你怎麼樣看 對 其實剛剛連院長 已經完全講到重點 那我稍微再補充一下 那我倒是比較悲觀一點 那是因為雙方的底線相距太大 那哲倫斯基之前提了五個 他甚至不跟普辛坦 他當然要求恢復到一九九一年的一個領土 那這個和談會很困難 因為他牽涉到主權跟領土 那牽涉到主權跟領土 那我想我們在兩岸關係裡面 一直在處理的最紅的紅線 那所以呢 對哲倫斯基 他 他的讓步都可能造成 他在國內的聲望 那當然 當然相對 對普欽也就是一樣 那所以我覺得即便是談 那戰場上恐怕也會持續 那可以從這些天看出來 那個烏克蘭對所謂的涅伯河 我們叫涅伯河的所謂東岸 這個這個的繼續持續進攻 那當然接下來我們當然很有可能在沙波羅 熱那戰場上還是要還是會持續 但是呢在烏克蘭的部分 他雖然很強硬 但是從哲倫斯基那天的視訊 在G20的視訊演講裡面 他提了十個條件 但是其中有幾個 前面幾個條件 很明顯就不是他自己要的 就是應該西方社會 剛剛連院長已經報告到了 西方社會恐怕也給他很大的壓力 而且這個戰爭不是烏克蘭自己打的 他是西方的武器打的 連院長都提到了 那所以他的這個部分 那我想俄羅斯其實也很清楚 他真正俄羅斯要談的對象 恐怕是西方 不是烏克蘭 那可是呢 真的在很多的戰爭裡面的談判 那基本上都是談談打打打打打 談談 那所以呢 這個局勢都還有在觀察 不過戰場上的局勢 現在恐怕對普京 並不是那麼有利 那特別是因為戰場上的失利 特別是從赫爾松 已經被併入俄羅斯領土 在撤退 那我想對國內普京的聲望 會有很大的影響跟衝擊 那接下來還很有的觀察 以上 所以現在兩位老師 我們大概整理出兩個點 至少第一個就是說 國際 尤其西方社會 對於烏克蘭這邊 會給他一個壓力 那第二個就是後面要談 也要花很多時間 因為這個真的不容易去畫這個邊界 或是彼此要喊這個 所以我要問一下林老師 觸媒可能在什麼時候 因為畢竟如果今天 我是被侵略的一個國家 我是這樣一個總統 我也不好去喊是說 我就是要停下來 必定有些觸媒 有些所謂的這一個下台階 您覺得怎麼樣的一個時機點 或什麼樣的狀況 有可能讓這樣的一個事件 往這個方向來走 如果今天的飛彈 是從俄羅斯發出來 然後掉到波蘭 那我覺得他就會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 因為他觸犯了這個北約的紅線 可是事實上並沒有 所以我可能跟這個鄭老師比較像 我比較對於這場戰爭的這個結束 我會持比較悲觀的看法 我覺得從過去美國的這二十年來打了幾場戰爭來看 那他都長達這個將近十年以上的時間 所以雖然在赫爾松這個取得了勝利 可是烏克蘭他能夠拿回的地方 還非常的有限 在這四周裡面 所以我們看出來雙方的關鍵 就在於西方國家還要支持烏克蘭到什麼程度 這連院長剛剛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那所以我覺得目前沒有看到這個轉折點的跡象 因為不管是對烏克蘭還是對波蘭人而言 沒有打到普京垮臺那一天 他們沒有安全感 所以這種深刻的這種不安全感 要透過戰爭的勝利來取得 那在談判桌上能夠談出的結果 其實完全取決戰場的進程 事實上這樣的談判 從這一個今年的二月 戰爭一開始談判就進行了 所以這個談判並沒有中斷過 但是戰場沒有取得勝負 決定性的勝負 我覺得他就會只是談談打打 好 所以幾位老師 現在給我們帶已經看出來 這一個全貌 基本上外界的動力存在 好 未來的一個時程 也看起來不是那麼容易談 會需要花很多時間 可是在這個時機點 怎麼樣去促成 這樣的一個動作行程 各位觀眾 就是三位老師講的 我們還要在觀察 等待那個時機點出現 或許這個戰局 就有一個新的變化 不過當然在這一次相關G20的 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另外一幕 就是好幾個歐洲國家的領袖 都透過跟習近平在會談的時候 希望習近平能夠幫忙一下 用你的影響力 你跟普丁不是好朋友嗎 跟他說一下 不要再這樣打 我們又感覺到這點 而且甚至有幾個國家 還說要他不要用這一個核武 所以看起來 是讓大家對於習近平 也都有相當的一個期許 我們來看一下相關的報導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加拿大總理杜魯道 在局團體峰會後聊天 不過習近平先是對杜魯道說不合適 語氣明顯不悅 而且我們也不是那樣進行 沒有關係 當我有誠心 咱們就以共產經濟的快樂 來進行 很好的改善 否則這個結果就不好說了 如果有誠心 我們相信在自由和開放的談論 我們會繼續有 我們會繼續努力 我們會繼續努力 一起努力 習近平的不滿 可能是因為加拿大媒體報導 杜魯道對中國進行的間諜活動 和干預加拿大選舉 向習近平表示 嚴重關切所導致 習近平選擇局團體峰會 作為付出外交大舞臺 包括拜習會在內 兩天共會見九國領袖 顯示各國領導人 都想瞭解他的想法 以及中國未來走向 只是英國首相蘇納克 原定十六號將和習近平會面 卻臨時取消 中國外交部只表示 沒有相關訊息可以提供 我想強調的是 中方致力於同英方 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基礎上 推動中英關係 健康穩定發展 希望英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英國首相辦公室 則發聲明表示 蘇納克計畫推動倫敦 與北京建立坦承 而且具建設性的關係 但中國構成 起制性挑戰 而且是長期的挑戰 還提到北京的專制領導階層 意圖重塑國際秩序 本屆聚團體峰會十六號落幕 成員國領袖當天發布一份 長達十七頁的聯合聲明 內容包括譴責俄羅斯 對烏克蘭的侵略行動 雖然中國 印度 南非等國 有不同觀點 但大多數成員國都予以強烈譴責 並祭出聚裁 要求俄國無條件撤軍 而且會後各國並未拍攝大合照 原因是許多領導人拒絕與俄羅斯代表 俄國外長拉夫洛夫合影 公視新聞 周杰剛編譯 我們剛剛報導裡面有講喔 這一次的G20 對習近平來講 可以說是一個外交大舞臺 事實上之前我們在討論 相關議題的時候 就有些老師說了 畢竟習近平有他在國內 自己權力取得的一些反對的聲浪 所以也透過這樣方式 把他透過外交傳內銷 有增加他在國內的一個 就是他的一個地位 更穩固的狀況 所以在這段時間以來 當他獲得這個二十大之後 取得權力之後 也陸續的跟世界各國的領袖來見面 不過今天我們所在歐洲 所以我們來審理一下 這段時間他跟歐洲 哪些國家的領導人有見面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是在十一月四號 這可以說是從疫情爆發之後 第一位訪問中國的西方國家領袖 就是德國總理肖茲 而且這一趟畢竟可能各界有一些不同的角度 就連他國內 或者是在他的西方國家的這些同儕 其他的國家來講 也都有些議論之上 所以他在這一天 事實上是一個一日的訪問 然後就離開 不過這部分對於他們兩個來講 可能都各自有一些收穫 接著就是到這幾天 這局團體之後 這很多國家都利用這段時間 來進行雙邊會談 就包括我們上禮拜有提到 就是這一個 我們這禮拜了 這禮拜 習近平以及拜登 兩個也第一次的會面 那其他的我們來看到 是十一月十五號 法國總統馬克宏 以及西班牙總理桑傑 是他們分別都有跟習近平 來進行雙邊會談 不過很好玩 是兩個國家都呼籲 習近平要發揮影響力 促使俄國能夠停戰 而中國這邊 他們的表示是說 這兩個國家跟我們會談的時候 都有說了 願意促進我們中國跟歐洲的合作 這個當然就很好 是中國發布的消息 都說這兩個國家都希望這樣做 我們帶也要進步來探討 來 我們來看下一張 在十月十五號的這一天 還有跟一個人見面 就是荷蘭的首相呂特 雙方同意強化雙邊關係的發展 其中我們也要來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說當他們兩個願意強化雙邊關係發展 是為什麼的話呢 你就更注意到一件事情 因為荷蘭有一個半導體設備的大廠 叫ASMO 各位都知道 事實上我們的臺積電 很多重要的一個部分 都是來自於他 不過他有一個關鍵 因為他要出國到 出口到中國去 說要有來自於美方的許可證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所以他們兩個去談這件事情 我們當然也都可以理解說 這在經貿上面的關係 尤其我們知道中國是荷蘭的第三大貿易夥伴 所以這個部分更是會有引發一些各界 知道他們可能有一些經貿上面的壓力 事實上在過去呂特 就曾經有過一些書法 他說就算跟中國切斷關係 也沒有辦法幫忙香港 或者是圍族這邊的人權議題 所以他覺得說歐盟應該成為他們地緣 政治上的一個強權 能夠發展出歐洲自己對中國的政策 另外他也說跟美國保持一個密切聯繫 就好 各位是聯繫的關係的角度而已 好 那另外一位是在十一月十六號 意大利的總理梅諾尼 中國希望意大利能夠為歐盟奉行自主的 對中政策發揮積極的作用 好 所以他也希望 意大利也希望 重振歐盟跟中國的關係 他也特別強調避免烏爾衝突升高 不過我們要注意一件事情 梅諾尼過去跟臺灣是很友好的 他曾經批評過中國對臺灣的相關威脅 不過在這次有一件事情是他答應未來要來訪問中國 當然這部分我們看到兩個層面 我們待會來討論的是這個中國 以及歐洲之間的關係 不過在這邊我們要先來討論一件事情 說 林老師 當這麼多國家都已經講說 拜託你習近平用你跟你好兄弟 普丁之間的影響力 讓他是可以暫停 停下來這場戰爭 你覺得有用嗎 我想這個從戰爭一開始 其實中國的態度應該還蠻清楚的 其實老實講 他不太希望這個俄物之間的戰爭 因為這兩個戰爭 這兩國之間的戰爭 一個跟他的這個關係 基本上這個長期也良好 另外國也很好 而且投資也很多 所以他們之間的徵戰 對中國來講 其實是這個左右為難 所以他一開始也都希望能夠 透過勸這兩個國家 透過這個所謂的 這個和談的這個管道來達成這個雙方的這個 這個米瓶旗艦的這個部分 那其實中間一段過程當中 大家就在猜測這個中俄之間的關係 是怎麼樣 那一直到六月的時候 這個普京打電話給這個習近平 恭賀他的這個生日 那大家都看到說 這個中俄之間的這個關係 他們至少高層的關係 這兩國雙邊的關係 應該是還不錯的這個部分 所以換句話講 這個現在剛剛您的問題是說 到現在目前為止 是不是可以請中國跟這個俄國 以他們兩個中俄之間 雙邊的關係 對普京基本上來做一個溝通 或者是如何 可是在這一段 這麼長的時間裡 其實老實講 大家最有興趣的就是這個中國到底援助俄國什麼 他能不能對俄國基本上有什麼樣的這個影響力 可是外界似乎都摸 摸不到頭緒 也抓不到任何的這個證據 所以換句話講 他一直保持一個撲朔迷離的態度 比如說像九月的時候 這個習近平他這個COVID-19之後去出訪 就從這個哈薩克到烏茲別克去參加上和峰會 那最 大家最想看的就是中俄兩國元首之間的 這個面對面的這個會談 在那個會談當中 普京出乎意料的講說 這個我們瞭解中國的這個問題 跟他的關切 那我我個人在看 觀察這個俄中之間的這個關係 我覺得他們這一組關係 其實不需要透過公開的場合 他們的外交 基本上是非常的暢通的 所以換句話講 在這麼公開的場合 然後俄國向中國提出這樣子的這種說法 我個人的比較合理的這個推測 應該就是幫助中國 基本上不要被西方抓到把柄 他們這個所謂的中俄雙邊的這個關係 他有什麼樣的這個援助 我想這個基本上是這個俄國 中俄之間能夠相互之間的這個合作 至於說中國有給他什麼樣的援助 我想只要他們不想透露 我想西方情報單位都很困難 因為他們兩個領土相連 所以換句話講 他們要有什麼樣的這個合作 或什麼樣的物資供應 我想基本上外界非常的這個困難 這這個部分 所以換句話講 如果說像剛剛回到主持人的問題 就是說請這個中國習近平主席 基本上跟普京總統 基本上是不是能夠影響他 我個人覺得我們只要觀察 這個所謂的這個這個普京 開完跟這個會議之後 回去俄國基本上就啟動了動員令 他就啟動了這個動員令 然後啟動了這個四個州的公投 這個部分 那但是這個基本上這個普京對外的展示 我個人覺得他就是甚至不只對外展示 甚至跟中國講 我是可以有能力 我基本上是靠我俄國 是有辦法把這個局面給撐下來的 這個部分 那當然俄國一定要展現出這樣的實力 就算中國要援助他才有可能 不然的話 如果俄國太軟 就這個扶不起的阿斗 我想中國大概覺得這個俄國 恐怕如果援助他的話 恐怕你就要陪上你自己的這個生育 你都有可能 我想請問鄭老師 其實我們剛剛有看到三個國家 一個是這個法國 一個是西班牙 第三個是義大利 三個國家都利用雙邊會談的時候 要跟這個習近平說 可不可以拜託你去協調 是 我想問一下是說 為什麼這歐洲國家 他們會在這個事件上面 更是認定是說習近平有這樣的能力 希望他去做這件事情 還有還是一樣回到一個問題 是你覺得真的習近平做這件事情 或者是他會不會做這件事情 會不會有效果 好 謝謝主持人 這個這個問題非常的有趣 那其實這個因果之間 其實是一個intertri 他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連結 那其實今天歐洲 歐洲的領導人 那在跟習近平會見 我們先看short十一月初的那個會面 那他會面之後 他其實遭受到非常大的批評 特別是他在會面之前 他的投名狀 也就是他批准了那個中原集團 在漢堡港的一個碼頭的採購案 入股案 投資案 那後來他跟習近平談了之後 我想他帶去的包括寶馬 包括這些大企業家 那態度非常明顯 他德國的經濟需要復甦 那可是呢 他在輿論上面 恐怕太輕忠 對他並不利 所以他最後得到一個 就是他最後宣布說他讓習近平發表表示說 使用核武是不可以被接受的 他說單是這一條就夠了 那我想接下來的歐洲領袖 您剛剛提到的那個 那個西班牙 義大利 那大家我想都如法炮製 因為現在要求俄羅斯撤軍 是政治正確 那所以呢 可是歐洲呢 就像我們剛剛在講 句團體的時候 那造成很多的問題 就是說從COVID-19 開始到後來的 所謂的俄物戰爭 那造成了整個通貨膨脹 造成了所謂的金融危機 造成了能源危機 這些那供應鏈的一個問題 那這些問題 就在歐洲經濟上 那他就更不能太武斷的切斷 跟中國的關係 他還是需要中國的市場 這就是這樣子的因果 那所以這些國家 那他又不願意 他不願意覺得讓招致到親中的一個批判 那所以呢 他在這個議題上面 那特別在這邊加上 在特別在G20的時候 加上這個要求習近平 那我想歐洲國家的認知 包括我自己的認知也是 習近平有沒有能力 他當然有能力 那只是他願不願意 或者是從中國的立場來看 他要不要這樣做 那普京如果現在撤軍了 那以現在目前的戰況 普京撤軍恐怕條件不會太好 那接下來中國就是世界的關注的點 他就變成他必須承擔所有來自這些西方民主國家的一個 一個對 因為在俄乌衝突之後 我想這些民主國家的人民 甚至政治領袖 他對於這種獨裁者的不可預測性 其實大家都深深深的得到教訓 那這個部分 我想習近平大概不願意現在的 他權力剛穩固的中國面對這樣子的一個所謂的天下為中的一個尷尬的角色 那所以我想歐洲國家也知道習近平不可能勸 因為能勸早就勸了 已經九個多月了 那只是說這一點提出來 基本上可以化解一部分他們親中的那個 也就是說我的道德標準是高的 那我的目的是崇高的 那為了天下蒼生 那為了世界和平 那其實我想背後對歐洲國家 這些領袖更重要的 應該是還是經濟復甦的議題 好 剛剛梁惠老師大概有提到相關 如果要談的話 聯合國早就有壓力更大 這剛剛梁老師有說 然後您剛才講要談就早就出了 但是還是會想是說 因為任何國家 他還是有他政治動作 所以像剛剛鄭老師講說 這當然有一個去洗掉他親中的立場 不過我也是想要問是說 如果說梁老師 現在看得出來 在安理會 畢竟中國跟俄羅斯 兩個人扮演彼此 我可以講說support的角色 甚至一個夥伴的角色 甚至我們看到在一些區域的議題上面 像我們現在可能關注 像北韓的議題 或者是整個好幾個地緣 政治來講 看起來他們是一個 可以講同盟嗎 或結夥嗎 叫一個夥伴的關係 那如果這種情況這樣 這些歐洲國家利用這時候 去談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有一些盤算 或者是也給中國一些壓力 我不知道老師你怎麼樣看 好 我覺得歐洲在歷史上 事實上就很長的希望中國能夠伸出援手 我們記得這個二零零九年的歐債危機的時候 那歐洲許多國家 包括歐盟自己的這一個主席 都曾經希望中國能夠援助 但是很明確的被當時候的總理 溫家寶給拒絕說中國還是個發展中國家 所以某種程度上來看 歐洲在很多的國際性事件 都認為美國已經不是最終 可以伸出援手的人 而是中國 那可是中國永遠不會幫助 儘管如此 中國還是會保持一種曖昧的態度 為什麼呢 在這個中美的這個競爭的態勢之下 那麼中國一直很擔心 自己是被全世界孤立 特別被西方國家孤立 所以能夠跟歐洲達成某種程度的合作 一直是北京希望保持的高度 那再回到這個中俄關係 我反而覺得就地緣上來講 這個歐盟 不是歐盟 俄國跟中國 事實上是有很大的這個戰略的矛盾 因為就相鄰的國家而言 都會害怕自己的鄰居過於強大 那麼當然可以說 這一個這個普丁決定對烏克蘭動手 是有鑒於他對於國際形勢的判斷 認為西方國家不會團結起來 這一點他判斷錯了 可是另外一個對於普丁很重要的考量 是什麼 日漸強大的中國 已經威脅到俄羅斯的利益 不僅在烏克蘭利益被中國侵蝕 在中亞利益 中國也逐漸享有主導權 那俄羅斯如何避免被過於強大的中國給把持 那更不用說從二零一四年 他併吞克里米亞之後 西方世界開始對他制裁 他經濟上已經逐漸的依賴中國 所以是的 一個弱小的這個俄羅斯 事實上並沒有完全符合中國的利益 所以對於中國人他盤算的是一個更大的一個局 什麼局 他現在競爭對手是美國 如何透過烏克蘭戰爭消耗俄羅斯的力量 消耗美國的力量 消耗西方世界 增加西方世界對他的需求 他的貿易力量 他的市場力量 這都是習近平手上所所擁有的 所以如果有這樣比較宏觀的格局來思考 我們就可以知道 中國在這一場戰爭裡面 他不斷地保持曖昧 保持這樣子看似中立 但事實上也是為了自己國家利益 做最好的盤算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是說這個在這次G20的時候 這歐盟理事會的這個主席 Michelle 他也有一個說法 我們來看一下 他在這一個G20的過程當中 被媒體來問到這相關的議題的時候 他有一些說 他說中國是我們歐盟交往的夥伴 難纏的競爭對象 體制性的對手 不只是夥伴也是對手 也是競爭對象 所以看起來不是絕對的朋友 所以他說要採取雙軌策略 面對美中的衝突 我們不能夠毫無保留的 站在美國這一邊 我們必須要自己的自主戰略 可以看出來這邊 歐洲不一定等於美國的 他們的一個觀點 這為什麼我們今天希望三位老師幫我們從 歐洲觀點來討論這件事情 所以他認為降低對中國的依賴 避免衝突的對抗 在尋求對等平衡的歐中關係裡面 在氣候變遷等等全球議題 是有必要跟中國來交流 我們繼續看下一張 英國的新首相 他就說 這中國對於英國價值和利益 是系統性的挑戰 而且是要以國家為基礎 對英國經濟安全最大的威脅 我們必須要自衛國家安全 以及投資法 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阻止中資企業全面收購 英國的晶圓廠 避免潛在的國安風險 中國在全球經濟不可獲全 如果不跟中國對話 將無法解決氣候公衛等等 全球共同挑戰或處理惡無異題 政府繼續支持商業和開放投資 同時會保護國家安全 我們對臺灣政策明確 不允許單方面的改變現狀 必須要和平解決 已經準備好支援臺灣 對抗中國的侵略 我們再看下一張的一個整理的部分 好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德國部分 德國對中國的最新戰略呢 他限制中國在西巴爾幹地區的影響力 協助各國興建基礎建設 抗衡中國的一帶一路 倡議全球門戶 五年內投入三千億歐元 過去的高度依賴中國狀況 現在可能要做個調整 現在必須要接觸其他地區 避免投資的集中 我們在經濟方面需要中國 不想要去全球化 但也不想脫鉤保護關鍵設施 以及我們的知識產權 保護自己的權利之外 但是我們還是要跟中國怎麼樣 建立貿易關係 禁止晶片廠出售給北京 在維電子子公司准許中國允洋集團 收購漢堡貨櫃碼頭 百分之二十四點九的一個股份 值得我們之前知道的事情 為什麼二十四點九 就是因為他二十五 就有一個關鍵性的一個權利的部分 好看得出來 這幾個國家或者歐盟 都有點到他是威脅 當然也是一個要交朋友對象 我不知道 請問一下院長 就是就這件事情來看 你怎麼樣來看說 中國 歐盟或是歐洲 這國家對於中國 你覺得他的利益在什麼地方 他為什麼要跟他去交往 這樣的一個關係是什麼 我想這次這個從俄物戰爭 一直談到北約 然後現在我們開始進入到這個歐盟 那歐盟當然就是一個純歐洲 國家的一個組合 那當然這個基本上 既然是純歐洲國家的組合 就會比較關注到歐洲 本身自己的這個所謂的這個利益的這個部分 所以換句話講 對於這個歐盟的這個理事會的主席也好 或者是說歐盟裡面最大的這個國家 德國也好 德國我想應該是大家這一次 這個讓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就包括現在俄物戰爭還在進行 然後這個美國歐洲國家 基本上在全力支援這個烏克蘭的情況 抗俄的情況之下 那大家又好像覺得俄中之間 似乎有某一個程度的關聯聯繫 的這個部分 所以換句話講 這個德國要去中國 這本身就是引起西方國家 尤其歐盟國家的一個這個 你講 比較程度比較低 第一點叫做懷疑 那這樣比較高一點 根本就叫踏伐的部分 但是德國依然這個蕭茲總理 還是依然去做了這件事情 所以換句話講 很清楚的就是這個德國總理 已經很清楚的看到德國 基於他自己的這個國家利益 他必須做出這樣的事情 那當然從過去這個歐盟也好 他一向都是以這個道德性自趨 不只是在國際政治上 這是包括在這些所謂的這個氣候變遷 這些所謂的議題上 他都自我覺得 他是在這個道德的最這個最高的 這個境界 但是在這個俄烏戰爭之後 你可以發現他這個突然發現 這個他過去不曾遇到的這個國家利益 或者是他國家的這個生存的 這個利益的時候 他開始去檢視 他自己的這個過去的這個政策 所以換句話講 這個歐中之間的這個關係 剛剛我這個子莉老師也特別點了 本來我們都會比較思考 這次的俄烏戰爭是美國透過烏克蘭去削弱俄羅斯 可是對中國的觀點 其實老實講 美國難道就沒有削弱嗎 他自己的實力難道沒有削弱嗎 所以換句話講 如果以中國的觀點來講 那如果說你這些西方自己在自我消耗的話 那中國當然他這個以疫待勞 豪整以下 他當然這個當大家相對的降低的時候 他自己就算沒有提升 他也被迫就這個升上來了 所以那個那個國力的這個所謂的這個升降 其實老實講是看得出來的 這個部分 所以歐洲在這個觀點裡面 從過去到現在 其實都是只是過去這九個月以來 由於這個國際之間的這個戰爭 讓這個歐盟 老實講 在他追求他自己獨善其身的這方面 可能這個言論稍微沒有這麼的高漲 可是現在到了一個轉折 因為當你和談的釋放出來之後 其實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轉折 那就是代表著各自要是審視 他自己的這個所謂的這個國家利益的這個時候 所以換句話講 包括歐盟理事會的主席 德國率先出來 做這樣的這個動作 其實某種程度就是這個歐洲國家 自己要去看一看 他自己的利益在什麼地方 那當然他還是有 國際之間 還是有道德性 所以道德性就是你還是在道義上 一定要支持所謂的烏克蘭 來這個對抗俄羅斯的侵略 但是事實上在不影響 這一個範疇之下 你審視自己的這個國家利益 其實也是道德上許可的 鄭老師我想問 如果說歐洲看中國的利益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就要回頭看 那臺灣對於歐洲來講 有什麼樣的利益呢 因為這關係到以後 如果我們真的臺海發生問題的時候 要有人來聲援我們 要有人用實際行動給我們幫助 我們可能也沒有辦法像烏克蘭說 一開始自己 我們是希望能夠自己完全 但是這次看起來還是要各國協助 你怎麼看臺灣對歐洲來 有什麼樣的利益 是 那這個問題非常有趣 那特別是在習近平權力穩固之後 也是也就是在二十大之後 那才其實在我們國內 也有非常廣泛的討論 那剛剛在早前 主持人在介紹G20的聯合聲明裡面提到 他造成那麼大的人類的苦難 然後經濟的問題 供應鏈這些東西 然後金融危機 糧食危機 能源危機 那那如果你想想 如果今天是臺海發生戰爭 那對人類社會的衝擊恐怕更大 那其實當然 我們對臺灣的安全的部分 那除了大家在表面上 大家很清楚的 當然自己的國家 自己救 我們要增加自己的國防 當然我們國家也在努力 增加國防的支出 那另外呢 我們在擴大我們的經濟影響力 然後我們這深化我們民主的一個價值 那這些東西 其實包括像臺積電 我們把它叫做護國神山 當然其實臺灣不只臺積電 我們有很多很優秀的高科技產業 那可是呢 如果需要再補充的話 其實我很想建議 其實我們國家在跟之前提到的 所謂的民主供應鏈的部分 甚至呢 在目前所謂的永續發展的一個概念 然後包括避免衝突 那這樣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那我們去提升我們的價值體系 跟全球接軌 也就是說像包括現在歐盟要啟動所謂的 探邊界的一個調整的機制 那我們相關的立法恐怕都還需要再加速 那我們的產業在ESG的一個不斷要提升的部分 那國家怎麼去引導 那這些需要我們產官學界 非常努力來合作 那跟全球的民主國家建立建構一條所謂的價值鏈 這樣子的供應鏈體系 這會讓臺灣在整個全球的價值體系裡面 扮演重要的角色 那這對臺灣的安全 這應該是另外一座更高的護國深山 老師講到民主供應鏈 不知道說林老師 你怎麼樣看呢 哪一個 就是對於臺灣講 怎麼樣去增加歐洲 對我們的支持 我們可能也要有一個利益 讓他感覺到臺灣一定要保護 是的 這個其實呢 這個臺歐關係是目前是有史以來最好 那長期以來歐洲 包括歐盟 那為了要跟中國發展經濟關係 常常假裝看不見臺灣的存在 那麼不管是從COVID-19也好 或是烏二戰爭 他們深切地認識到臺灣的重要性 不僅是像剛剛鄭老師所說的 我們的這一個這個臺積電 這個在高科技的領域 更重要是思考一下 如果中國取得臺灣 他勢必毫無敵手的 在亞洲成為霸主 那如果說像外交關係 你覺得臺灣要不要直接就外交關係 上面更強化 我覺得那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 除非美國首先表態 可是那很可能帶來戰爭 實質關係 實質關係 我覺得我們就是要很務實地知道 就是過去我們都只能夠 在經貿上面有所連結 但是在這個實務上很少 官方的玩很少 可是現在都可以了 都可以公開了 所以我們更要利用這樣的機會 特別我覺得波蘭是一個 我們應該重視的方面 波蘭是一個中東 都十七個國家最重要 最大型的貿易博蘭 過去臺灣都低估了波蘭的重要性 我覺得這個我們應該將掌握 從高聳山峰到北沃平原 拼著 美景 歷史 人文 全部收盡眼底 令人驚嘆的絕妙視角 漫步雲端 世界篇 全新第二季 全新第二季 作為一個貿易貿易 我們有任何貿易 使用所有適合